好 回到台灣個人團 那台灣現在醫療界 到底面對什麼樣的一個難題 我們請楊俊帶我們來看 現在暴力事件很多的情況之下 現在要懂得會自保 來看看剛剛講到 彰化基督教醫院這個急診室的蔡醫師 今年被打啦 最後現在感覺決定自費去學空手道 以防再被打 好 三種這個外科教育病房的護理長 也是自費學的是巴西柔術 他說以防萬一 因為大家都曾經出事過 那現在台大說怎麼辦呢 每年要給這些醫護人員 有心理諮商的機會 因為很擔心他們心情受傷 怎麼會搞到這樣的地步 台灣的醫療水準其實很高很高的 但現在對醫護人員來講 環境很惡劣 台灣的醫療水準或許是很高 我應該對不起 你跟之前講 台灣的醫療水準是很高 但台灣民眾的公民的道德教育 似乎是有一些些的問題 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我相信不管是我們在座的每位 或者是醫護人員 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居然要求他們去自保 我想大家看的其實是非常非常難過的 所以我認為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現在被暴露在媒體之前 就是說這些曾經受到傷害的 這些醫護人員 不管你是醫生 或者是所謂的護理師 甚至是在醫院裡面的志工 其實被暴露在媒體前面說 他們受到傷害的那樣的一個比例 跟沒有被暴露在媒體之前的比例 我相信是有非常大的懸殊的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一點 事實上 如果從這一次的 這個王貴芬的這個案子回來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很多的爆料 現在陸續出來說 他已經很久以前就這樣了 那為什麼之前大家都不說 所以現在我聽到有一些聲音 是也在檢討醫院的方面 就是說 當醫院面對到這些所謂的特權 或者是使用暴力的這些事情 你的醫院態度 是不是要求你的護理人員 或者是你的醫師 你忍一忍 還是你認為說 你會去站在堅持 要去一位醫護人員 去替他說話的這樣一個立場 當然透過修法是一種方式 你說現在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如果大家會希望說 如果我要修醫療法的話 你如果對這個醫療人員採取暴力 那我就是用公訴罪的方式 直接就可以移送到凡 但我會認為就是說 在這個部分 其實醫院自己本身 它是一個第一線的 維護醫護人員權益的 這個第一線的把關者 這個其實就跟剛剛沈娜 或者是其他來民講到的時候 警局也是這樣嘛 你有時候為了聲簽的時候 你就叫下面的人忍一忍 什麼事情都不要講 那我認為其實或多或少 其實我們都在為這些人 做了他的幫兇 比如說我們助長了 他們這樣的一個程度的成長 即便我今天修法了 但是如果醫院隱忍 以後遇到通常的事情 他一樣隱忍 醫護人員還是沒有保障 他可能以後不是要找這個 去學這個空手道 他可能要自己自費請保全 或者請保鏢在他身邊 結果我認為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了 或對台灣的醫療 或者是對我們所有人來講 是一個最不願意看到的 一樣的狀況 謝謝仁俊 其實沒有上租媒體的相關事件 其實恐怕是更多 不知道多到多少倍 那現在出事了 因為我們的相關立法委員 開始認真要討論這個法 是不是該趕快修一修 因為今天這個事情 王惠芬的事情 桃園縣衛生局說 罰他3到5萬塊錢 所以劉副秘助長 因為我們的醫療法 第二四條規定 就是罰3到5萬塊 目前只有這樣 沒有刑責 沒有其他的責任 那現在來說 該告訴哪一論 改為公訴罪吧 那麼說現在還要增定刑責 看能不能夠加強一點 像現在說 最高可能無期徒刑 甚至自認與死可以死刑 我們通常都在做亡羊捕牢的事 這也沒辦法 因為就像剛剛仁俊說的 很多事情並沒有曝光出來 是 就不知道它的嚴重性 但是已經曝光出來都很嚴重 就很嚴重 剛才我們張理事長那幾張照片 那已經不得了了 各位還記得有一個演員 對不對 他也是這樣子 就是張姬的這個case 他那個簡直到離譜了 當然我們也聽過到急診室 尤其急診室最糟糕 很多人很急 家屬很急 其他以後就覺得醫生 好像動作沒有他想像中那麼快 可能就要出手了 甚至於說再招一群兄弟來 對不對 甚至於說兩派在打的時候 那個搞不好 搞不好張醫師在依劉文雄這一派 那個靠仁俊那一派就是說 你不能依他 那搞不好也被打一頓 所以我確實遇過 確實遇過這樣子 黑道殺進來的時候就這樣子 對 你就不能依他 你依他我就打你 那醫生怎麼辦 救人不能夠分黑道白道 就不能依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立委反應得很快 可以看得到整個社會氛圍都不一樣了 國民黨今天做這樣的處分 其實相對的也讓邱怡寅也很難看 民進黨很難看 可是各位可以發現前幾天不是 軍民黨有個議員寫說要求戰 去日本考察說要求戰 也被我們做了一些處分 所以這個社會氛圍已經到了說 很多事情必須改了 今天我要感謝趙青林委員 還有那個全國醫師公會的 這個也孰心權委員 還有王愉民律師這個 很好 但是我覺得應該可以做得更有利一點點 甚至於說政府是不是給這些急診室的這些人 有更好的一個保護 我們現在談到急診室 因為當然這個法定完以後 就不只是急診室了 但急診室以現在台灣那種社會 你說車禍 疾病 現在大家我剛才跟張醫師在講 我前幾天去馬街醫院看一位老同事 那急診室簡直瘋狂了 蔡市長 我自己的父親到國泰醫院急診室 也一樣 那急診室的人瘋掉了 這個急診室不曉得該怎麼辦 但是所以說是不是在這個時候 讓醫生有一個不要說很好的環境 至少一個免於恐懼的環境 很重要 對至少免於恐懼的醫療環境 在這裡剛才張醫師有講到 您就碰過兩派人馬殺進來 然後那最後怎麼辦呢 你應該依誰啊 我 那情況是這樣 兩派人馬在KTV毆打 然後送進來那個病人 我幫他縫合 額頭 我正在縫合的時候 另外一派人馬就衝進來 因為 像委員講的 那個急診室空間太開放 都是黑衣服 衝進來 衝進來 二話不說 他就拿減傷椅子 那椅子很重 對 就這樣往 他其實要丟我縫的那個病人 可是我就在旁邊 還好 我沒學過武功 不過我閃得還蠻快的 那有砸到他嗎 沒有砸到 也沒砸到 我就把病人一起推開 是是是 所以我就說暴力事件 其實是要防範比較重要 發生之後其實大部分 有時候是來不及的 像那個醫師被水果刀擦到肚皮的 他也是往後退了一大步 只要他沒退那一大步就已經穿過去了 太可怕了 可能就是一條人命 非常嚴重 我們很希望在處理暴力事件 不要那麼消極 叫我們去學武功 叫我們學醫學倫理 一併溝通技巧 這些我們都會 可是最重要是從源頭 我常說你一個正常人 你會去給警察兩巴掌嗎 不會嘛 因為他在執行公務 他在維護安全 醫護也是一樣 在救人 你打傷醫護其實是 傷害到他照顧的病人 而且現場病人是很多的 所以是公民水準要來提升 但王陽博勞的法律要不要修 當然也要修27年沒修了 我們待會回來 謝謝